我們今天的信息是用愛心勸勉人和謙卑接受勸勉 即是說首先我們自己學會怎樣用愛心勸勉人 因為實際上我們輔導和弟兄姐妹交往一定有很多機會去勸勉人 而我們本身謙卑接受勸勉也是我們成長的一部份 我們能夠說被人勸勉、接受人的勸勉是我們成長的一部份 如果沒有人勸勉我們,我們是難提升的 好像我這樣,很多方面,無論是聖哪個教導 我教導的方法,我輔導的方法,我處理事的方法 我太太是給我很多意見的 但她又不霸道,她會給我意見之後 她又會說,我給你意見了,你自己考慮 但她的意見的確對我好,對我好很貴 而我接受的時候,我是歡喜的心 我不是說,我做了事情,你也有意見的 我不會這樣想的,但有些人就會這樣想的 我已經做得很好,你還要說些話 即是說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因為一去,去到什麼位置呢 那個自卑感,我不行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學習 我們越接受,反而我們越提升 我們的生命就會被提升 如果一個人能夠接受意見 其實是一個成功的人物的一個跡象 好,我們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用愛心勸勉人 就是我們怎樣去勸勉人 然後我們的經文 首先就有憐憫和善良的心才去勸勉 即是說,如果一個心就是我指出你錯 這樣的心就有問題了 即是那個心,我是祝福你,我關心你,我想你好的 我們一起讀一下馬太五章七節 連衰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連衰 還有呢,路加福音六章四五節 善人從他心裡所傳的善就發出善來 惡人從他心裡所傳的惡就發出惡來 因為心裡所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 即是連衰人的人是有福的 即是我們見到人就連衰,關心他 但關心他,我們知道其實勸勉是小部分 不要經常都勸勉,就不行了 即是如果大部分勸勉 見出人都是勸勉,是不行的 我們大部分是建立、欣賞、扶持 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即是總而令到他們覺得被陪伴 即是被看重的 這是我們第一步的 勸勉只是當我們需要 還有勸勉是要選題目的 即是我們不能夠說 是東西都勸勉,嘩,真的很不善 因為是東西都勸勉,真的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都可以有問題的 如果我們什麼都勸勉的時候 那個人覺得好要,我全生命都被你拆毀了 所以我們是選一些真的覺得重要的 因為始終沒有兩個人一樣的 而且不是很多,可能他有很多方法做得不好 但是不要緊的 他這些方法,最重要是生命 那個生命都不能夠全部都改善 我們只能夠看最重要的 而善人和他心裡所存的善就發出善良 即是他心善良,自然做的事就會善良 心裡面經常都是關心人 看重人,言語行為,表情都會出了一些好的東西 我們人,不過總是有些問題的 譬如有時候有些人都會告訴我 我知道,你有時都會有些懶惰 那些急,譬如有時候,聚會就死了 快點,快點,快點 那這種都是一種的急,都是要處理的 即是我也學習,放手,是神的時間 現在沒做好就沒做好 輕鬆地面對,人就鬆了 但事實上,很多人不是那麼知覺 即是說,我們自己緊張 不知道自己在緊張 那這就是一個問題 即是不知覺 好了,首先我們要避免說話浮躁 即是說,負面情緒在裡面裝出來 這個情況是甚麼情況最多呢? 教子女,跟老公、老婆說話 即是周時就會很容易這些東西就彈出來 針言十二章十八節 說話浮躁的,而刀刺人 自為人的舌頭卻為人的良藥 即是說,很容易我們的說話就會刺傷人 所以我們有神,我們留意 所以凡是提議,一定要真是三思而後言 他本來是三思而後言 真是想清楚我講這句說話會帶來甚麼後果 我才去講,這樣就會好很多 即是留意 而WhatsApp有一個方法很好的 就是,這個方法是我太太有個人告訴她 那這個方法是甚麼呢? 你想傳東西給別人呢? 我不知道你試過傳錯沒有 我試過內容寫完之後,哎呀,說這些說話 但你試過傳錯給別人都試過 我太太就有個朋友教她 她說開一個群組,是兩個人而已 即是我,現在我開群組,我和我太太 接著我將它刪除了 那這個群組只有我一個 但是一個群組來的 我就可以,我自己傳給自己這個群組 那我傳了看完了,我才傳出去 那就安全很多 你覺得,我不是甚麼都給她看 因為有些不需要,經常看到黑色 即是,勸勉那些 勸勉那些,我就會給她看一下 因為,如果說話 即是,可不可以更加柔和呢? 更加軟轉呢? 她真的很有智慧的 她真的會想到,這樣說更加好 還有,這樣說沒有效 那如果沒有效,你講來都沒有用 怎樣說更加有效的 更加那個人覺得舒服的 還有,不要去刺那個人,是刺那件事 但你刺的時候,都不是讓他覺得 即是,總之呢,是去談這件事 最好你也都用探討的方法 好了,那我們就看一下耶穌的情況 因為有些人就說,耶穌都指責人 但我想說,聖經裡面有指責 其實你看先知書有很多指責 不如你留心看吧,指責 然後又有恩典的 如果你留心看,真是神永遠不會只是指責 即是沒有一卷書,只是指責 指責,指責,指責 然後就沒有下文,是沒有這樣的事情 而一共上,神就會加了一些恩典 馬太十七章二十字一起讀 耶穌說,是因你們信心少 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戒菜種 就是對者在山說 你從這邊羅到那邊 他又必羅去 並且你們會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至於這類的鬼若不討告禁食 他又不出來 因為門徒問耶穌 為何趕不到這鬼呢 耶穌就說 這句說話是指出他錯的 你信心少 你信心少 是否就停在那裡 不是 耶穌立即建立 耶穌真是他的說話充滿建立 他立即說 如果你有信心 最後一粒戒菜種 就是對這個山移去那邊 他都會移去的 當然這個經文 我們就不要隨便用 我們現在去祷告 我們圍著太平山祷告 將太平山移去 這個我們不能夠隨便用的 但到有一天真的受迫白 神真的感動你 移山 神將這個山移去敵人和我的中間 到了需要的時候 你有這個信心 因為神真的會做事 但這裡看得到 耶穌一說到他們的信心 立即加上一句 你有信心 是不是好像大山一樣 你就可以移那個戒菜種 不是 是戒菜種的信心移大山 不是 你的大山的信心 是你很細粒的信心 但是活著的信心的時候 就可以移山 至於這一類的鬼 是要禁食譜告 即是說 是真是處理生命 然後我們才去講到的 好了 然後呢 六家福音十二章 二八者四讀 你們這些小信的人 惹對你的草 金天還在明天 就雕在奴裡 神還吸他者 又的裝飾 何況靈門呢 這裡耶穌都說 那些人小信 他們小信 不過呢 他就馬上說了 你看那些草 神都會這樣照顧 何況你們呢 所以你放心 你放心 神一定給你好東西 所以這裡就看得到 耶穌說他小信 但是不會就停留在這裡 他一定會給他恩典 所以當我們一提醒人的時候 不要只一句 你沒有信心 你不屬靈 你不祈禱 你不悔改 你不認罪 只是停了這句 只是指責 其實那個後果未必好 他可能會被拆毀 我們學好知耶穌 我們一悔改 耶穌就很歡喜 耶穌就天上也為他歡喜 一個罪人悔改 天上也為他歡喜 神很接立 總之凡是指責 即刻有恩典 隨著 譬如說 教子女 其實二代的子女 因為真的 很難聽得入 那些提醒的說話 我們更多些恩典 神看重你的 經常都習慣 他用他深信 神好看重他的 他的生命可以提升 大大被提升 你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你想成為偉大的人 你怎樣可以改善呢 探討的方法的時候 更加容易提醒他們 或者是丈夫太太 我們的關係 其實都很影響 我們影響我們的生命 影響我們的事服 我們怎樣可以提升 大家探討 而當然兩方面的合作 是非常之重要 這樣的時候 每件事都是有盼望的 被人盼望的 以賽書一章 是可以說 全卷聖經 最指責最重的 那些字雅 真的 是很嚴重的 第四節那裡 犯罪的國民 擔罪罪的百姓 行惡的種類 敗壞的兒女 他們利器也說 藐視聖者 以他生疏往後退步 第十四節 你不得越索或哲奇 我心裡恨惡 我都以為麻煩 我擔當別不煩 便不耐煩 便不耐煩 這裡看到 他直接稱呼 整個國家 是犯罪的國民 擔著罪業 背著罪業走 行惡的種類 就是行惡事的種類 敗壞的兒女 你們利器也說 藐視聖者 和和他生疏往後退步 真的什麼都沒有了 然後他說 你們的月索 和哲奇 你們所有的聚會 我都不恨惡 我心裡恨惡 我都以為麻煩 我擔當我便不耐煩 好了 接著第十五節一起讀 你們舉手討告 我必遮眼不看 就是你們多多地祈禱 我又不聽 你們的手都滿了殺人的血 第十八節 在耶穫說 你不來 我們彼此評論 你們的罪 雖像朱鴻 變成說白 雖鴻而丹 白 也有無 真是很特別的 這張書你看的時候 是看到神那種憐憫 因為神知道人是充滿罪 神是知道的 神是不喜歡 但是神會說 你真的沒用 踩踩踩踩踩踩到你無地之勇 神永遠都不會這樣 他永遠被人盼望 他就是我們 大家談談 你這些罪受算這麼嚴重 必變成說白 必白如讓無 就是 神就會被人有這樣的盼望 所以我們 永遠都是被人盼望 為何有時容易 普通人會容易 甚至基督徒也容易 會有這麼強烈的指責說話 其實有很重要的 就是因為律法主義 我們不知不覺 有些人甚至會這樣覺得 律法主義就是聖結 有些人會說 你們很多罪 你們很污衛 神不喜歡看你們 你們真的要悔改 他當悔改是對的 不過他會經常覺得 那些人不好 說話是這樣的 他就覺得 信息很熟靈 但如果看全本聖經 熟靈的意思 不只是指出人的罪 是 你都被人有盼望 看到神的恩怜 所以我們 時時的心 都是充滿恩怜 來帶動人 我們的心 充滿愛 才能夠改變人 唯有愛能夠改變人 我們看到耶穌改變的人 都是 他都是用愛的 所以這個 都是對我們一個提醒 但是我們 的如請我們有責任 去免勵和輔助人 貼上來的 前書五章十四節 我們有血敵兄們 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 免勵灰心的人 輔助養人的人 也向眾人忍來 真是神吩咐了 警戒 需要警戒 不過警戒了 立刻告訴他 你悔改神是赦免 我們都接立 我們很歡喜的 警戒的時候 都會被他有盼望 由勉勵灰心的人 輔助軟弱的人 以及向什麼人都忍耐 其實眾人都是一定有軟弱的 我們都是對他們有忍耐的心 還有是用愛心 一定是愛心和合一 心是合一的 一起讀一下 阿菲勒比書二章一節 所以就是 基督女若有什麼勸勉 愛心有什麼安慰 聖靈有什麼交通 心中有什麼慈悲憐憫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 愛心相同 有一個人的心思 有一個人的意念 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這條講到 就是說 在基督裡面有什麼勸勉 有什麼勸人 愛心有什麼安慰 有什麼地方安慰人的 聖靈有什麼交通 這個字就是 communia 就是溝通 合一 聖靈有什麼合一 心中有什麼慈悲憐憫 想憐憫人 都意念相同 愛心相同 有一個心思 有一個意念 要保羅的喜樂可以滿足 很多人就說 人的意念真的不同 個個都不同 人的恩慈個個都不同 我的恩慈最強在教導 是訓練 教導這個是神給我的恩慈 但是正式就是我有這個恩慈 所以不同的恩慈就去配搭 但是配搭的時候是同一方向 譬如說 有關心的恩慈的 有憐憫恩慈的 有啟述人的 有其他的恩慈的 那就配合一齊 或者是行政的 其他的恩慈一起 來配合 達到這個目的 而 每一個群體的確有不同的目的 我們在一個群體 我們就接立這個群體的目的 就是行在這個目的的時候 就合一了 那如果有人 你真的覺得 我的目的 我最強最強呢 不是這種方向的 那時候應該是 即我不是叫別人 離開一個教會 去第二個教會 不過我只是說 當一個人真的無法能夠 接落到他教會的方向的時候 他的確應該是一個教會 是適合他自己的方向 以至他能夠同心 因為如果一個侍奉 或者是一個 參與一個教會 一半的心 或者一半是已經驅驅的 每次都已經驅驅的 每次都聽到 那些人說的 每次都不順意的 是沒有辦法長期 一起合作的 這個一定是需要 大家同心合意 才能夠產生這種果效 所以呢 因為這個世界上有不同 神的確感動人不同的目的 但是是不是個個都對呢 那我又會說 未必過 我們是用聖經判斷的 聖經判斷 聖經告訴我 大戒命大使命 的確是聖經最主要的目的 達到這個目的 是有很多其他的輔助 譬如敬拜討告 代討 訓練 或者是 即不同的方向 但是呢 其實所有的群體 如果根據聖經所講 是應該向著大使命 和承傳聖徒國進旗的 但是他做法可能不同 但是的確 我是見到一個現象 就是我自己的心裡面 有一種 就是為了天國 心裡面有一種 你可以說大發熱心 就是呢 我覺得 我們需要更多 走在神的大戒命和大使命 那我的目的 就是 興起入 真的向著這個方向去 向著這個方向去 去建立人 去訓練人 也都是成為精兵 其實一個精兵呢 精兵的數目 不一定要很多 當然越多越好 一個精兵呢 已經可以影響到很大的 當你學習到 你懂得去建立人的時候 你一步步 就可以影響更多人 有些人說 我未去到那個位 不要緊 有些是 帶你很多人的精兵 有些可能帶你兩三個精兵 都不要緊 就是個個都可以的 都可以影響到人的 所以我鼓勵大家 就是說 我們同心合意的時候 這個群體 這個教會 就有一個方向 就會向著一個方向去 你都為這個 祷告求神去感動 帶領 我們都是開放 任何人的意見 開放任何人的參與 我們都很想 那些人參與 因為神給我的託父 就是說 我想每個人 見耶穌面的時候 都是滿有果子的 每個人都被耶穌稱讚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 事徒的目的 而我們的目的 不是只是建立一個群體 我是想第二個群體 都是向著這些目的去 他用什麼方法達到 不要緊 就是我都是覺得 大革命大靜命 都是神不所吩咐的 那他可能有其他著重的地方 是可以的 就是絕對是好的 就是總之 那樣東西合乎聖經 是絕對是好的 那當然有些 我自己真的覺得 有時候 這個世代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分辨 我發覺 因為這個聚會主義 什麼聚會主義 因為呢 很久之前 只是教會 不過以前 都有一些 好像保羅 那樣的 報道家出去 那樣 但是呢 這個世代是特別多的 多得很厲害的 那麼 很多人呢 我去非洲都是 很多人說 牧師 你安排我來香港吧 那我就回答 我說香港真的 整天都有人來的 很多報道家 很多聚會 整天都有聚會 你不如回到非洲 非洲很需要你 在這裡 你去到香港 香港有很多聚會 那 譬如有一個 我說 你其實用這麼多錢來做什麼 他就探我 我說你不用這麼多錢探我 是不是需要呢 我覺得 有時候有些人 他就很有興趣 譬如以前 我在香港 也有些人聽到 我很有感動 我移民去美國 為什麼 總是移民去美國 就沒有感動 去非洲 去那些貧窮 而且去那些富庶的地方 就很有感動去的 那我又不否定 就是可以是 不過 人有時候 有沒有一個 心態 就是好像 做聚會 是為了他自己 我不去分辨 我不去判斷某個人 不過我就是說 實在是太多了 太多 因為那些人專注在 領受先知性訊息 領受 或者經歷聖靈 或者是有些 特別的方向 那我覺得 始終去回 應該去回大使命 和大革命 始終都去回這個位 這個才是神想我們做的 所以我自己來說 我又不會有空去看那些東西 我不會 我都沒有心機去看 不過我覺得我更多時間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群體合一 他的群體合一 如果興起到的人 愛主更多 我都覺得好 他愛主 自然會傳呼音 不過有些群體就會 專注傳呼音 有些群體就會是 有時傳呼音 就是看看去多少 或者是有時去 建立人的靈靈 所以我們 求主給我們一個 同一個心思 在我們的群體 都是說 很想興起人 有些人說 用詩你很強 這件事 不過我還未到 不要緊 你能夠認同 你便討告 支持我們 已經可以的 你不一定要做完 你做得多少便多少 我不是要每個人都一樣 做到那個位 我接受人是不同的 好了 你勸人另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不要當是仇人 貼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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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後書生 但不要以他為仇人 要勸他為弟兄 勸律仇都是出於友善 想想他的感覺 就不要一次過 什麼都送給他 慢慢來 引導他慢慢來 就是一步一步 也都清晰的 清晰的 就是不要有一種 好像糊裡糊塗 好了 如果要改變人 效果低的在左邊 首先,更有效的是什麼呢? 我們一起讀一下,左邊的 指責,控訴,不好的態度,不理會對方的感覺 只講自己想說的話,太多指示 即是當這樣的時候效果是比較低的 更有效是什麼呢? 聆聽對方,關心對方的感受,回應對方的感受 關心對方的困難,從對方的角度看 引導對方去分析,引導對方去解決 這集說,聆聽,首先第一,聆聽 其實事逢訓練,我們更多會學習這件事,練習這件事 關心他的感受,回應他有什麼感受 關心他的困難,即是他有什麼困難的 從他的角度去看,他的角度 他來講,他的想法,從他的角度去明白 然後呢,我們想引導的時候,就用引導 以避免教導,引導他去分析,了解情況 然後引導他去解決 引導是好過教導,和吩咐的 有什麼分別呢?引導是好似 其實呢,除了引導,也有探索 探索是什麼呢? 譬如,你的房間是黑的,你什麼都不知道房間是怎樣的 那你又是怎樣呢? 那你,假設你沒有燈 那你摸一下牆,看看地上怎樣的 那你就探索 就是說,我不知道怎樣解決 我探索一下,找一下方法怎樣去解決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好的方法 我們探討一下,譬如我們想一下 有什麼解決的方法 這個就是探索,探討 而另一個就是引導 引導就是說,引導一個人 我知道他未知道他的問題 我怎樣引導他知道他的問題呢? 他未未想解決,怎樣引導他想解決呢? 他想解決,怎樣引導他用正確的方法呢? 那這裡分了兩類別 就是因典的說話和律法的說話 我們留意這個呢,其實這個留意是很有幫助的 那我自己呢,因為我在路德會的神學院 我的神學訓練,主要都是在路德會的神學訓練裏面 那他裡面就很著重這個律法與呼音的分別 那這個教導呢,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經常強調因典 那我,其實我想回的過程是這樣的 在神來院,我就聽到律法與呼音 以及講信息一定有因典,也都有律法 那時候來講,很大的掙扎 但是他,因為他來講,每次講的因典 他不是講因典,其實是講到救恩的 每次都講卸罪、救恩 那我經常都是講卸罪、救恩的嗎? 那我後來呢,我就看通了一樣東西 就是其實不只是卸罪、救恩 而都是神的愛,神的各方面的恩典 就是廣闊一點 就是在路德會學的時候,主要就是卸罪 就是每次都會講卸罪、救恩 那我就發覺呢,我在未曾經歷四年之前 我已經很喜歡有些經文 還有我喜歡自己在那裏,有時我唱一些詩歌 就是有時你聽我的唱 我的心平安安靜 我坐在那裏唱,我覺得很平安、很舒服 那時候我未經歷四年充滿 我就覺得人很舒服、很鬆 然後我就經歷四年之後 哇,神的愛這麽大 那我就對於神的恩典就很被吸引了 哇,神的愛這麽大 那麽真實 為人祈禱,他又經歷到神的愛 於是我就很想去幫人去看到神的恩典 然後呢,我再看聖經 和我再探討我自己教導的方法 我就發覺,和我自己發覺 我怎樣被神激勵 我發覺是恩典激勵的 那麽所以我就一直把這個分辨和平衡 為何有恩典有律法 而我發覺,不單止是神的 人的說話都一樣有恩典和律法 那麽這裏就講到人對人講恩典的說話 一起讀一讀 神愛你,神和我都接樂你 神和我都欣賞你 不要緊,你有潛質 我不計較,我可以怎樣幫助你 那麽這裏呢,這裏都是被人看到恩典的 神愛你,神和我都接樂你 神和我都欣賞你的 不要緊的,這個好像不是什麽恩典 但只是說你做錯不緊要的 總之你肯改就可以了 你有潛質的,這是一個機會來的 我不計較,我不計較,有什麽做錯不計較 我怎樣幫到你呢,都是我offer 我願意給你的 好了,但律法都要講的 不只是講恩典 的而且人需要知道應該怎樣做的 所以這裏下面就講了 律法有什麽做的 我們一起讀一下 探討,引導,教導,吩咐,指責,定罪 那這裏呢,第一探討就比較客觀一點了 即是說,我不是教你 我們一起想一下,怎樣解決這件事 我們怎樣提升我們的靈性 我們怎樣去侍奉 探討吧 引導就是說,我想他去到那個位置 他知道他的問題 我想去到那個位置 他知道怎樣去處理問題 他知道問題在哪裏 我想引導他去 但如果我直接教導 為什麽直接教導有不好處呢 我不是說不教導 我是說看人 譬如有些人問我 要怎樣四年充滿 他已經直接想要了 那我就教導就可以了 但有些人 譬如他婚姻不開心 的時候 我想輔導的時候 如果我就這樣說 你回去多些祈禱 一起互相搖說 一起拖著手祈禱 你和約下你太太出街 他都不想 我都叫他的時候 他覺得我找到你 你又教我一大堆 所以的時候我要引導他 你覺得你的婚姻是否重要 你想去建立你的婚姻 怎樣可以建立 就等他講一下 他講一下 他講一下的時候 他講是非常重要的 那怎樣建立婚姻呢 怎樣處理負面的情緒 怎樣去跟他建立關係 那一路這樣引導的時候 一路這樣引導的時候 他就慢慢自己懂得想的 有時候他不懂的時候 我們都會問他 這個是尊重人 你想我告訴你 我有些提議 可不可以告訴你 這個就是引導 那教導就是 告訴他 我們都要教導 譬如我 夫妻很多時候 或者輔導人都會講到 言語 怎樣用什麼言語 譬如這個就是我很多時候會教導的 就是恩典的說話 和律法的說話 那怎樣親近神 這些我都會教導的 吩咐了 吩咐了 吩咐都有 其實這些全部都有 柔和和和嚴厲的 柔和的吩咐就是 你記得回去看聖經 這個就是提醒的 但是如果 譬如另外一方說 記得看聖經 不要不記得 回去一定要看聖經 這個就比較強一些 這個強一些 就是反而強就會有反彈的 不是說強一定不好 不過我們明白 強有強的可能反彈的機會 那是不是 就是說我們 經常都要說話 很遷就著人呢 其實重點就是說 我們想人看到神的話 我不想人看到我的情緒 或者我的強硬 如果我強硬的時候 他就是看到我強硬 他不看到我說的話 你快點祈禱 他就是看到我的語氣 他看不到我 跟他說這句話 我想人收到訊息 就是去祈禱 看到神的恩典 譬如我本來人 祈禱 神很多恩典 當你一祈禱 神很歡喜 神喜歡 神一定會聽的 我這次去宣教回來 又很感謝神 我回來的路程 有一個人 他很開放 我一說 因為我們中間有個空間 我一說我是牧師 我去幫人 他馬上退位過來 他還未信耶穌 但是他說 他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問他怎麼想 他說 我總之對於耶穌 是有種好感的 他坐著問我很多問題 又從我拿了資料 我希望幫助到這個人 我就會問他 我說你怎麼開始有這個心 為什麼你會有這種心 學無 因為我探討他 了解他 原來他本身 神已經在裏面做功 我說 你神在做功 這樣的時候 不是我說服他 是神本身已經說服了他 不過我讓他知道 而已 吩咐指責定罪 這些說話有時候都要說 不過呢 小心 因為有時候有些說話都會這樣 有些人都會傳 這個不是錯的 你們要悔改 不是神要罰你們 這個國家會毀滅 這些都可以的 不過我覺得一定是有恩典 就是說 神是愛 我們想我們走在神的路上 走在神的路上 很多恩典 很多福氣 但是當我們不悔改的時候 是可以帶來神的追討 神的管教 神的懲罰 這個是可以的 我們都是有一定有 說真的律法 有多少重的律法 一定是要加上恩典的 希望大家都明白 那定罪 有時候都需要 譬如有人他不知道罪的時候 我都告訴你 當你這樣的時候 你不悔改 你就知道罪的後果 神真的會定你的罪 你真的會在神面前 是很恐懼的 到將來你見到耶穌的時候 這個都是我們 就是需要去 讓他知道的 如果那個人不悔改 但是如果他悔改 如果他有愛主 不過你說愛他都不夠 就是有些人總有些缺乏 有時有些思心 有時有些情緒 你就不會說 神是定你的罪 你這事奉白費 這個就變了誇大了 變了是將那個律法重了 那時候我在神樂院 有一句說話 那些講師告訴我們 他說 你不要向基督徒講信息 好似向那些不信的人講 就是他是信的 你不要說到他 你過了沉淪的 你還不悔改 神追討你的罪 這些說話 是向那些 其實你真的 一直帶領他 信住他不肯的時候 我們什麼時候去告訴他 他的罪的後果 所以我們知道 就是這個說話 有什麼時候說 但是有些說 聖經的如此有定罪 是的 的如此有定罪 不過是向什麼人講的 法律賽不是很嚴厲 但是耶穌也沒有跟門徒這樣講的 是沒有的 除了說小信的人之外 他沒有說 喂 你們 除了說猶大之外 耶穌對於門徒 是全部都是告訴他 怎樣做 還有鼓勵他們的 所以我們分辨到這件事情 就會 就會懂得 原來要平衡 什麼時候說話 跟家人講得好 我這句說話是恩典倫律法 很簡單 我幫你煮飯 這個是恩典律法 這個是恩典來的 你還沒煮飯嗎 譬如你回家 你還沒煮飯嗎 還沒有飯吃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律法 並且是指責性的 為什麼還沒有 所以我們知道 原來日常生活 都有恩典和律法之分 我也講了另一件事 一會兒我會講到接受 即是接收提議 我想講 這裡這麼多東西 恩典全部都好 但是人都可以收錯東西 為什麼收錯東西 在人的內心 裡面的安全感 是可以影響我們收取 如何收取呢 譬如說 有人跟他說 神愛你 他可以說 如果神愛我 就不會這麼多苦 即是他會收錯 其實神不是真的愛我 他可以這樣收錯 有些人一聽到神愛 他會有反彈 神什麼愛我 如果真的愛我 他不會這樣的 即是可以這樣的 神和我都接立你的 你說就這樣說 你做都不是這樣做的 即是可以 為什麼人會收錯呢 曾經有些人講到婚姻 他說這樣的 自我形象有健康和不健康 有些人以為 我娶一個不健康的形象 我便提升他 其實是未必的 未必做得到的 為什麼呢 當你愛他 他就會說 你想買呀 你想得到什麼 為什麼你今天對我這麼好 你對我好 什麼動機 當他一不做些什麼 你都不做事 你都不跟我一起 總是會負面的 即是無論對方做好 和不做好 做好 他就說 你有什麼動機 或者說 你那時候又沒有這樣做 你那次又沒有這樣做 做得不好 又會有反面 即是說 他真的要很有力量 所以兩個負面的結婚 哇 真是很慘 這個又 哎呀 整天都煩 那個又 哎呀 你煩到這樣 真的 你都不知做什麼人 他又整天 兩個是這樣的時候 真是很難頂的 而一個人 就算是很正面 和一個很負面的人 他總是跟他說 一句話 我欣賞你 他說 你欣賞那個人多些 你都不是真的欣賞我的 你只有一個講字 因為他可以接收錯誤 因為本身那個信 那個心態 我們自己都留意 譬如有些人聽到神的愛 他聽完沒什麼感覺 因為他接收不到 他收不到 因為 心裏面不覺得 世上有真正的愛 所以這個都需要醫治 我們逐步醫治 逐步醫治好 我們的心健康 我們是寶貴 神愛我的 所以真的可以有人愛我的 我真的值得愛的 那時候 那個人就會正面很多 總之 左手邊的人都可以剔錯 右邊的人更加會剔錯 譬如說 我們一起想想 如何解決這些 是只有我錯嗎 我們一起探討 那我又錯嗎 即是 你可以說 什麼都可以錯 我們自己小心 我們會不會 都有這些陷阱 即是入了這些陷阱 因為當一個人負面的時候 他不自覺 他的說話 就會反映他的內心 因為善人 從他心裏所傳的善 就發出善外 惡人 從他心裏所傳的惡 就發出惡外 自卑 他自卑的人 他和他心裏所傳的自卑 就發出自卑 他自卑的時候 他不知不覺 他整個人都會發出 不行的 沒用的 我們都留意我們自己 其實可以提升 我都說過 提升1% 1%都很好的 那些感激神 1%繼續繼續 我們1% 就不要說這麼慢 你提升快就快 你慢都不要緊 這個就是安慰人 即是說 時時都是安慰的 這個就是求主幫助 我們看得到 原來 即是我們是可以 很多圈套的 好了 然後呢 就是謙卑接受 接立 勸勉 其實這先說到 去勸勉人 這裏就是接受人 面對過錯 我們能夠面對 有些人提議 我們怎樣呢 聽勸就是有智慧的 用來有智慧 針言十三章十節 驕傲子啟增敬 聽勸言的 卻有智慧 針言十九章十節 你要聽勸教 受訓悔 使你終究有智慧 即是聽勸的人 他是會被提升的 如果不是呢 即是他人謙卑 自然他就會提升 學習有謙卑的心 他才會提升 他如果他沒有心 學的時候 他自然會提升 而 因為人的本性 即是可以說 百分之九十九 或者百分之一百的人 聽到勸告 都沒有人 第一個反應是喜歡的 比如說 老師告訴你 或者你的丈夫 太太告訴你 你的兒女 告訴你 你太兇了 你聽不到我說話 你沒有做什麼 即是沒有人是喜歡的 是我們心調教 調教 他提我 是我的福氣 因為我自己都 每一件事 我教導我 其實我也做過 我發覺 我太太提我 我是需要調教 我要告訴自己 我要說服自己 是好東西 即是苦口良藥 雖然說出來 好像說 我做得夠好 不過是良藥 我就歡喜接受 多謝他 這就是一個健康的 是很健康的 其實一個 接受到意見的人 是非常健康的 因為 健康有很多級數 健康 他自己平安快樂 他自己沒有人搞他 他自己開心快樂 這個已經很健康 不過當有人說他的時候 提議他 他能夠接納 這個就是更高的健康 然後有些人無理取罵他 他都平安 這個就真是高度健康 因為無理取罵他 他都是說 不要緊 神愛我 我都關心你 這是你說話 我接納的 我聽你說的 我會留心的 這個真是高度健康 即是說他不容易被人挑釁 不容易被人挑釁 但有些人 你不用挑釁他 你摸一摸他 你摸一摸他 你摸我 你想做什麼 即是已經 會這樣 因為他裡面 很大的憤怒 他裡面有憤怒 或者他的自卑 或者他的憂傷 所以我們需要處理這些外心 好了 人是難聽見的 好像掃羅 忽然間沒有聲音 不知道是不是那個電節 沒有了 先看看 沒有了電 OK 人是難聽勸的 即是掃羅 當他知道大衛比他更加好的時候 他立即很大反彈 而真言十八章十九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弟兄結怨 勸他和好 你取煙惡蛇華 即是說 兩個人結怨 你想勸他和好 你打贏他 還沒有他那麼難 即是兩個人 真的有怨恨的時候 是非常困難 因為他裡面 很多情緒 很多原因 我講了四樣 即是可能不止四樣 可能有更多的 那第一 要問一問師母 看看他有沒有 第一 就是他堅持己見 即是說 他覺得我適合別人 不適合 即是當人只看到自己適合別人 不適合 事實上真的很難溝通 很難相處 很難和他處理任何問題 這個有 幫我看看這個行不行 謝謝 謝謝 現在有電 好 多謝主 第一 就是人會堅持己見 我對的 我 人家 世人皆醉 我獨成 個個都是醉 個個都不熟靈 個個都有問題 我們其實 即是說 我們都學習 雖然我這輩子都講 我說 我看到這個世代 很多人有這個聚會主義 即是好像經常追求聚會 但我都說他有益處 不過我就是說 如果他的益處 更加向著大革命 大使命更加好 即是向著目標更加好 而不是為了有聚會 或者為了 港元的 他自己覺得好 他能否做到大的聚會 或者單是為當時聚會的人 舒服 即是這個 但我都依然說 他們的確帶來很多好處 我自己得的好處都是那裡來的 不過問題就是 得完這個好處 可不可以再提升 我們就說 即不是堅持幾件 而是求神帶領我 怎樣更加 看到對方的看法 否則很難聽見 第二 因為人有情緒 第三 因為人缺乏安全感 即是當人一說自己的時候 很容易就 即是我不行 尤其想起 小時候 因為可能被人罵得多 一聽到人提議 馬上回到小時候的感覺 而且也容易受傷害 即是容易受傷害 都因為 因為疲乏安全感有關 好了 那我將它四項拆開 堅持幾件 那堅持幾件的時候 我會分辨 那意見哪對哪錯呢 那有什麼方法呢 我們一起讀一下 合乎 或者是違反聖經 是否牽涉真理 或者方法 是否溝通關係的問題 是否性格衝突 因為有時堅持幾件 或者意見不同的兩句 都可能 到底是否合乎聖經呢 用聖經怎麼分辨呢 那我也想說一件事 即是 人聲優講先知 但我們有一件事很重要 先知 是一定是順服聖經的 即是沒有先知是超越聖經 那先知的作用是什麼呢 可以解釋聖經 應用聖經 帶領人侍奉 帶領人怎樣給神改變 其實先知的作用有很多方面 一個就是管理人 神在愛我們的人 這個其實我們不用先知做 不過先知做得 什麼人都做得 神愛你 神關心你 有時指出人的罪悔改 這件事都不用先知做的 不過先知有時都會做這件事 帶領人悔改 先知有先知性 知識言語 這個在祈禱是有幫助的 不過他所說的一定要對 才行 他說你有什麼問題 但那人都沒有 試過有一個所謂先知 他說你不要再打父母 我父母已經離世了 我父母再生從來沒有罵過他 沒有跟他反面 也都從來沒有動手 為何會打父母 但這個所謂先知 他會說這些話的時候 其實他是不是出於神 有時不一定說先知就是先知 我們要分辨的 他所分辨的東西 是否合乎聖經 我剛才說到先知的作用 他可以指出人的罪 當你也是有智慧的 譬如都可以指引這個世代的方向 不過他是不是指引方向 他肯定是說出一些根本 聖經有所說的東西呢 聖經有所說的 還有譬如我發現一件事 就是關於末後日子 有些人說那些先知 是好的 不過先知最重要是背後 我們怎麼預備 這是最重要的 不只看到先知 先知未必是先知 聖經有所說的 聖經有所說的 敵基督的出現 在座座神的殿中 自稱為神 被敬拜超過一切 被人敬拜 這是很清晰的 其他先知是預備的 但這個先知是最重要的 即是有些人會去到很多這些位置 很多講到發生什麼事 譬如以前說俄羅斯是敵基督 誰是敵基督 都有很多人這樣說法 究竟這些是否合乎聖經 我們要分別 而且這兩個意見不同 是真理還是方法的問題 因為人總有不同的方法 我們都接納人 方法是不重要的 例如我試過一次在一個教會 有一個人走過來那裡 不是這樣做的 其實方法問題 他都吃得肥肥白白 你這樣做他自己的方法都可以 但人好像想人你都跟他的方法 還有是不是溝通關係問題 有時可能溝通不是真理的問題 還有是不是性格的衝突 我們看看到底是什麼原因 第二就是講到情緒 潛伏沒有處理的程序 就像快要爆的火山一樣 情緒一直即床是不行的 一定需要處理 如果不是一定會爆發的 有些人不出聲好像沒事 但他沒有處理 他心裡一直生氣的時候 是很嚴重的效果 怎樣處理程序 所以我不詳細講 只是簡單 我們讀一讀 詩篇九十篇十四節 求你此我會 早早飽得你的慈 我會好叫我會 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由詩篇一百 十八篇第六節 有些人說 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爆我 就是說 每天飽得神的節 我贊美神 相信神的愛 所以我常常強調 恩典的討告 神愛我 神感情 祝福我 這樣的時候 心就輕省了 人是我們負面情緒的來源 爺爺說 幫助我 我不用怕 人能爆我 就這樣 不要緊 他做什麼不要緊 那人就鬆了 以往的 也可以一個個在祈禱 自己釋放 以前被人罵 其實不要緊 因為神現在提升我 我將來得到更多 這樣的時候 就會能夠提升 下面的圖 就是處理負面思想 才能夠處理負面的情緒 思想搞錯了 情緒一定搞錯 即是思想說 人都是不好的 人很壞的 現在世界不好 當然世界又好又不好 總之什麼都是不好的 神都不關心我 這個負面思想 就會引致負面的情緒 或者說 人應份對我是好的 這就是一個 錯誤的負面思想 第三 《電入安全感》 CB1839篇16節 我們不詳細讀了 就是說 我們神所定的日子 美術道已經寫在天上 已經寫在賊上 並且是很好的 他有很多好東西給我們 所以我們過去都很寶貴 而 這個《薩嘉利》的書 9章16節 只是讀最重要的部分 因為他們必將 觀面上的寶石 高舉在地上 高舉在地上 神觀面上的寶石 高舉在地上 是很尊貴的 是非常尊貴的 但是很多人 聽就聽了 心就不相信自己很尊貴 覺得自己沒有人要 做不到事 沒有學生 沒有前途 沒有盼望 這個是需要我們進去祷告 以致我們的平安 你怎知道自己夠安全感 第一 你一個人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很孤單 有時候都會孤單 有時候都會孤單 不過就是說 有些人不一定要拔著人 我見到有些人來見我 他總是拔著另一個 有個女生想找我 他經常都會拔著另一個女生 總之他不能夠放手 他一放手就好像跌到海 他裡面的一種缺乏安全感 或者安全感的考驗 就是被人有提議的時候 他能夠安全 這個就是高度安全 或者被人攻擊的時候 我們都說不要緊 其實神會保護我 祂害不了我 這個是需要時間的 我今天主要不是說這件事 今天主要就是說 我們是需要處理這些 才能夠聽到人的意見 然後呢 傷害了 或者才是容易受傷害 就是不容易受傷害了 保羅其實受很多苦 他在這裡說什麼呢 他說因為我們這個寶貝 放在雅器裡面 我們是雅器 雅器就是不貴重的 但是神是個寶貝 放在我們裡面 這樣有個莫大的能力 不是出於神的 不是出於我們的 這是高林多後書4章7節 8節和第10節 我們一起讀第8節 我們四面受敵 卻不必困住 心裏作難 卻不自失落 身上上戴著耶穌的死 使耶穌的生也已面 在身上 就是四面受敵 有些人不用四面受敵 被人說一句 就已經受不了 首先有些人說 麻煩你下次這樣 都受不了 所以我們有時候 告訴別人 麻煩你下次 都要想一想 這個人受不受到 如何提醒 因為真的有些人受不了 麻煩你一句 可能他回去傷心到不得了 因為他裡面 實在已經有很多傷害 所以我們需要處理這些傷害 而且當人家跟我們說 麻煩你下次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說 我是廢人 我真的沒有用 做什麼都是失敗 不用加上這些解釋 所以四面受敵 一句說我都領不住 為什麼四面受敵 但是怎樣可以 四面受敵 都不受影響 就是身上上戴著耶穌的死 使耶穌的生也顯明 在我們身上 即是說 我已經基督和神社交 不要緊的 我被人罵 又不能死 人家說我又不能死 神是看重我的 好了 勸勉人 和聽人的收的信息 可以很不同的 勸勉的人 其實最好就是 他那件事 為什麼做法 就是對善 對人就是針對人 的意思 有時是 他的生命有問題 即是說 生命質素 有時都需要的 不過對人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針對人 這個就是我們幾時都應該做 有時是可能指出人的問題 但是聽的人 可能收兩個訊息 覺得對方的對事 這個是健康 比如說 麻煩你下次 你記得什麼什麼什麼 他說 很好 我下次做 很爽的 很簡單的 但有個人可能 你自己做完 你又叫我改 有什麼問題 我有什麼問題 立刻他已經覺得 對人了 即是說我不行 這就是一個 他對事 他就覺得對方針對人 那時候我們自己留意 會不會有人說一句話 我們立刻就當作針對我們 因為我們就是說 那件事 我就是那件事 不用什麼都說 哎呀 人都不喜歡我 我是沒有人喜歡的 我是整定失敗 這個觀念 就一定拖 就是一定 做人難 亦都很容易反彈 反彈的時候 亦都很容易傷害人 因為反彈的人 就會容易傷害人 亦都很重要 就是我們如何接受安慰 以致他人得醫治 我們一起讀一下 《高隆多後書》十三章十一節 要受安慰 要同心合意 要彼此和和 如此人愛的和平 那些神必常與我們同在 就是接受安慰 神安慰我們人 人可以安慰我們 人可以討過可以醫治 我們帶來醫治 人就會鬆了 鬆的時候 不會一直在這些重擔之下 而我們會提升 真的聽勸勉是會被提升的 而我們想提升人 都是要勸勉 但是更多欣賞是更好 更多鼓勵 更多提升人 你做得好 是更加好的 求主都提升 提升我們每一個人 我總有一些地方 我總有造流 我造流 我歡迎你告訴我 我歡迎你 和WhatsApp 個人告訴我 我都會接流 其實在我的群體 我很想一個原則 由上至下至上 都可以給意見 當然給意見 不一定要聽完 因為這個是 我們可以衡量的 這個是判斷的 我們分別是不是 我們都可以回應人的 我們講出有什麼原因 我想你改善 講出的原因 就好像 是不是都要人改 有什麼原因呢 求主幫助我們 在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 都是造成很多人際問題 勸勉的時候 或者因為被人勸勉 而有怒氣 或者處理不到 有傷害 求主都祝福我們 我們一起祝福一下 一起起來 主先恩祝福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多謝主耶穌 神啊 你的恩典救我們用 主耶穌 你的恩典救我們用 我們有你真是好 有主耶穌真是好 有耶穌愛我們 神啊 神明提醒我們是很溫和的 我們時時聽到聖靈的聲音 都是很柔和 去感動我們 讓我們知道那些是罪 但我們收到訊息的時候 我們覺得神體從我們 神關心我們 求主你都教我們 好像聖靈 那麼柔和 謙卑 去服事人 去祝福人 但我們最主要祝福人 都是鼓勵欣賞 我們有時需要勸念的 但我們都是要小心 求神給我們聰明智慧 以至我們是建立人 不是拆毀人 以及帶來一個好的後果 是互相被變立的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能夠受別人的提醒 有時有些人 有愛心提醒 可能我們容易一些 有些可能很掘 很粗暴的 主耶穌求你賜給我們這個心 祂說得出來可能都有一個原因 求你幫我們都接立粗暴的提醒 有柔和的提醒 我們更加學習去處理 接受接立 主求你幫我們的心 有安全感 以致不容易受傷害 以致心裡是平穩安靜的 好似斷過奶的孩子 母親的懷足 平穩安靜 不容易受傷害 不容易受到驚擾 也有什麼傷害 求主耶穌你一步步醫治 讓我們的心 是時時都平安喜樂的 多謝天父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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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